这边织浮线织完,然后换竹线啊 这边再演示一遍,后面大家就自己织了啊 跟着前面交的 好,这边织一针,挑一针 其实这个收针的方法在我们织圈枝平针的中邦绵鞋和圈枝中邦绵鞋里面都有讲解啊 这个后跟的,但是我看有的朋友可能没织过那一款 然后就不太知道,这边就收针了啊 两针并一针,这是中心针 然后挑下来这一针,这后面 然后直接套收过来 挑一针 挑一针 吃三针,挑一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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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三针 挑一针 好 大家看一下啊 这边三针织过来之后挑一针 然后再织一针 看到了 这边是织一针了 然后后面这边就只剩下两针浮线了 就不要继续织 就是不要织了 就要挑一针 还是挑 然后后面就是三针 三针主线排一个花 因为这边你不是收掉了两针吗 所以这个地方就会少掉两针的情况 好 我们看一下啊 看一下这个中间的这个 最中间的位置 这边会是三针挑一针织一针 然后再挑一针织三针 挑一针织三针 这个最中间的位置是收针的位置 当时收掉了两针 所以现在这个地方排花的时候 就只排到了一针 大家知道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不要感到刹牙 这是很正常的 因为你一针两边各收掉了一针 我这边就是主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地方啊 然后下面就大家按照我视频里面教的 把后面的继续织完 一直要知道什么时候啊 我们织的是23 24码的 六七岁的小孩穿的 然后这个地方一直要知道 从不包含这个鞋头的这个地方啊 这个鞋头的四个杠不算 从这个地方收针的这个地方往上算 23 24码的看一下这个说明上 23 24码的主要是支9个杠 这个上面写了不包含鞋头的杠数 这9个杠是9个杠不包含鞋头的杠数 就是这个地方啊 看一下这个四个区点 就要支1个2个3个4个5个6个7个8个9个 这9个啊支到这 这边的这个长度 123456789 记得要一直收针啊 主线跟辅线都要收 支到9个之后 然后我们就开秋 就不需要再支这个鞋背的地方了 就要圈支鞋口了 大家就按照我这个方法支啊 其他的码数要支多少个杠 大家就关注我们家的微信公众号 微信公众号里面有具体的增数表 大家可以看视频上也会有讲解的很清楚的 谢谢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